黑暗暗乌云 笼罩天空 底下托得长长尾巴 一股脑把所有物品全往上卷 巨大龙卷风一面而来 地面围离 瞬间扫空 各有民众开车上路 尘土飞扬 严重影响能见度 它好像是车 我们也能听到一些东西 就像石头 石头 美国奥克拉河马州 惨遭龙卷风袭击 许多民宅就像被抢劫一样 家具摆设 东倒西歪 空拍画面更吓人 几乎所有平房屋顶都被垂先 從美國德州奥克拉河马 一路到芝加哥 再到东部的乔治亚和阿拉巴马 整个橘色范围都被称作是 龙卷风走廊 风暴威力如此强悍 其实和美国地形息息相关 路出倒塌 民宅被移为平地 电力设施也受到破坏 至少一万四千户通报停电 龙卷风通常发生在春夏之际 但全球暖化助长极端气候 也让灾后伤害一发不可收拾 在新闻 黄泉宇报道 我们要第一次看 電力设计 電力设计 电力设计